除了打响贸易战 不安套路出牌的特朗普呢 前阵子还签了一部触碰中国底线的所谓台湾旅行法 该法呢刚生效不到一周 美国国务院东亚纪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黄之汉呢 就被报前去访台了 那么问题来了 首位美国官员访台即已成事实 中国大陆这边该如何去反制呢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呢 就要来说说他的反制策略 我们来听听公众号观视频工作室的分享 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不搭理他 毕竟啊 副助理国务卿官不大 但问题是台美啊 很可能会没完没了 你现在不理他们 说不定哪天啊 他们会搞出所谓的外长和这个国务卿护房 甚至玩更大的 不要忘了特朗普和蔡英文是通过电话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副作用 那就是其他国家有可能效仿美国做同样的事 所以呢 进行反制 看来呢 势在必行 第一 很简单 黄之汉既然去台湾了 他这个任上就别来中国大陆了 今后啊 美国国防和外交高级官员 谁任内去台湾 就别来中国大陆 不要两头吃 中美技术层面的外交 没那么重要 华盛顿明摆着就是要用这些技术层面调动我们 咱们没必要陪他们玩 另外两招 一是呢 中方应该在中美合作的其他领域和国际事务的其他方向找美国麻烦 比如在朝鲜半岛和伊朗问题上 还有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 我们也可以与美国唱对台戏 搅他的局 还有一招就是 北京需加强对台湾当局施压 这种办法呢 我们就多了去了 比如拿掉他更多的所谓邦交国 军事上向他施压 老胡呢 就不一一赘述了